深夜跟前夫共处一事会发生什么 男人准备处理伤口 女人看见后主动帮忙 她的细心程度依旧如初令男人心动 此时男人看着前妻不转眼 两人尴尬对事后女人故意走开 接着又忍不住回头盯着前夫 看见男人满身伤痕 她陷入回忆 五年前的他们相亲相爱 每天除了工作两人就腻歪在一起 幸福自在的夫妻生活令人羡慕 这也是江雅岭最满足的日子 可好景不长 原本快乐幸福的一对 因权志勋是刑警又是卧底不能公开 她的伤势令雅岭急担心又生气 所以导致关系破裂 但真正是两人离婚的原因是这位女同事 当年雅岭回家时 听见传来女人的声音 开门进屋确定是老公出轨 这才是他俩离婚的根本原因 而两人在一起也真的是一场误会 直到现在雅岭也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 回忆刚结束 一辆摩托停在他们楼下 此人正是志勋的同事黄瑞拉 楼上的志勋收到来电 小声说二十分钟以后再见面 女人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黄瑞拉觉得奇怪 于是上楼找人 三人之间的误会再次升级 这该死的误会 志勋很生气但又没办法 将雅岭被弃走后 两人分析案情之后 黄瑞拉劝志勋找机会向雅岭解释 他俩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 起码目前仅此而已 而这个打瞌睡的精神小伙 才是暗恋黄瑞拉的田狗 这时有视频消息 正好黄瑞拉向组长汇报志勋的进展 田狗闻声想看一眼 却被命令去查收黄瑞拉传回的资料 组长让两人找到线人 并保护他的安全 田狗又来偷瞄 谈完工作的组长故意隐藏窗口 金庸九只好乖乖离开 另一边 全志勋骑摩托车追上前妻 原本他要向雅岭道歉 并尝试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解开误会 可花到一半就被来电断 接听后得知索菲摔下山坡的消息 江雅岭听后很是担心 两人骑着摩托去见索菲 很快赶到现场 全志勋前去辩认 江雅岭为朋友索菲祈祷 回来的全志勋表示死者不是索菲 江雅岭卸下包袱靠在他怀里 几分钟后才尴尬地与对方保持距离 之后全志勋将江雅岭送回酒店 两人告别的时候 雅岭有话想说但并没开口 来到酒店房间 他看着索菲的婚纱和包包 接着拿出折叠智能手机 插上充电器的同时 拨通现人丈夫的电话 并向对方透露还没找到索菲的消息 男人挂断电话后 立刻又打出一通电话 而表情显得十分古怪 另一边的索菲在树林中苏醒 他在公路上向人求助 借情侣的手机和江雅岭通话 索菲情绪紧张 除了江雅岭 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他让雅岭尽快和自己见面 同时提醒对方不要告诉身边人 很快 江雅岭打车去找索菲 全志勋骑车跟踪 来到游乐场 全志勋事先发现了索菲 但索菲只信任雅岭 于是选择逃跑 被小孩绊倒的志勋跟丢了 索菲临时躲进旋转木马 志勋担心他坐车 跑上巴士 却看见不是索菲 这时 一个神秘人靠近 突然一声惨叫 众人因此上前观看 索菲惨死在旋转木马上 眼前真实的一幕 让江雅岭惊讶地说不出话 同时也代表全志勋 失去了唯一线人 局长责怪全志勋 备受打击的他默默离开 黄瑞拉替他向局长解释 伤心的江雅岭 在警局路口供 丈夫玄大贤到场接他 两人离开时 被全志勋看到 他刻意回避 回家后 玄大贤露出双面人信 上一秒笑脸安慰江雅岭别哭 下一秒立刻变脸 和神秘人通话 玄大贤和江雅岭乘机返航 全志勋也在这架飞机上 两人巧合碰上 玄大贤并不知道志勋 是雅岭的前夫 但此时的两人 似乎都觉得对方不同寻常